十四個日是臺灣設計店要在家紀開幕了 家紀市政府今天在市政府基盤記者會 要請配合設計店的在地產業 發表專行的產品包裝 要讓民眾了解到設計對於產業 價值的提升可以有什麼樣的幫助 文化跟設計融合進來 不只跟設計融合進來 還帶入了我們的產業 讓我們產業的附加價值提升 在十二月二十四號開始 一直到明年的一月二號 來到這個城市 看這個城市的亮點 也看到臺灣設計展展現的能量 在這裡面臨的電欄 主辦臺灣也特別結合的十二年 邀請在地表演團隊的倫教團 在家紀市區先駒一些經驗前 用環境協調來演出 希望來看電欄的民眾 在這裡了解家紀設計的未來 也能夠入末在地遷都的文化 記者 林韋庭 家紀報導